画面上是在东明路161项的怀鲁新村 早期居住300多名来自山东省牵台的难民 在山东航运家贺仁安的协助下建造而成 由于市府介绍在地文史时宣传到这段故事 为了传承这段大时代的文史 华北传王贺仁安的作者贺玉芬女士 特别赠送书籍给基隆七区的图书馆 让更多基隆人能够知道这段发生在基隆的历史故事 基隆市长谢国良、文化局长江廷梅 跟市府发言人余志明 也一起回赠基隆的伴手礼 感谢贺玉芬女士 我父亲听到日照同乡说 有一艘难民船停靠在基隆外海 船上有老肉妇孺大概300多人 因为没有入台证 1950年的时候到台湾要登岸要有入台证了 没有办法登岸 那船上的环境又非常糟糕 我父亲就搭了自己轮船公司 长进轮船公司的轮船 到基隆外海去发放救难金 一人五块钱大洋 给这些就是论人头发放 然后后来呢又协助他们又找了许多有利人士 包括当时的山东青岛市长 秦德纯 还有山东省主席这些人 一起来协助他们登岸 取得了入台证然后登岸 后来那个台肥公司有一块 刚好在基隆市东明路光华像有一块麒麟地 那我父亲就用长进轮船公司的名义 向大陆救灾总会贷款了五万元新台币 那时候的军工叫薪水大概是一个月三百到四百 也就是说一个人十年的薪水 不吃不喝 十年的薪水给他们买建材 然后由他们自己里面的壮丁 男性壮丁 自己盖了大概两三百户的房子 那现在这个房子还在原地 这些老乡当然有一些是他认识的 但是大部分人他不认识 能够花那么多的钱 应该讲说五万块钱应该再来讲说 我们现在来讲的就是五亿元吧 刚才那个贺小姐讲说 那个薪水三百块 那不是三百块 抗战初期的时候 一个公务人员没有三百块 我讲你身上如果带个两百块 陷大洋你就是走路会有风的 所以他拿出五万块钱来 把这些建材买了以后 由那个难民自己派南丁把它盖起来 没有图纸就把它盖起来 这样让这五百多口的人可以安家立业 这个我觉得大菩萨 救人最少救了五百条人命 这个太难得了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样 这就是读书人的一种 所谓的救天下的那种情怀 那所以从历史的这一端来看那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真的 以前的人真的是很伟大 叫他卖房卖地 去救你不认识的人 这点太难得了 拿到现在也做不到 市政府有主持基隆podcast 然后有受到就是外部的节目的 关于外部历史节目的一个邀约 那我就上去去讲 关于就是怀鲁新村的故事 那那个时候就是为了了解怀鲁新村 就是去找这个华北传王这一本书 那发现奇怪 我们基隆市图书馆怎么都借不到 然后呢就跑到 就有同源帮我们跑到台北市的图书馆去借 然后因缘忌惠就借到这本书 然后这本书非常好看 我自己就看到半夜三点钟 因为它里面讲了很多的这个民国 抗战初联的这些历史 那到后面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赫人安先生他晚年 他对于国家的这个贡献 还有他帮助我们基隆 就是山东籍的这些难民们 在我们的这个基隆女中附近 成立了这个怀鲁新村 其实非常的感人 市长谢果良说 感谢贺玉芬女士 能够将华北传王贺人安这本书 捐赠给基隆的图书馆 市府也将持续挖掘 发生在基隆的好故事 那这个真的是一方面要让大家缅怀这段有意义的历史过程 那在跟您的父亲至上着感谢之意 不禁让我们想到现在的一个国际局势 跟这些两岸的未来的潜在的风险 都会特别让我们感慨 也希望我们在阅读这一本故事的过程中 更能够居安思维 去思考到两岸跟世界和平的一个可贵跟重要 所以我想非常谢谢你 愿意把这个书送给我们 那这个很感谢 然后也希望这样子一个感人的故事 能够更分享给更多基隆的下一代 市府发言余志明说 想深入了解华北传王贺仁安的读者 可以在一周后前往基隆市的图书馆借阅书籍 了解基隆的故事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